为了响应市府健康减重的政策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结合指南宫安全社区健康城市促进会等单位 营造指南宫迁接青山步道 今年更设置了健康导览标示 以及运动强度还有消耗卡路里 希望号召更多民众养成运动的习惯来见走强生 拉开红色布幕 宣告指南宫迁接步道导览牌正式启用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沿途设置17个健康标示 把全长两公里的指南宫步道 分成红绿粉红三个区块 每公尺累计消耗多少卡路里一目了然 更在猫栏指南宫站设置AED 重视民众运动时的安全性 我们整个步道大概是1922公尺 那里面包含了1397个阶梯 那我们沿途有设置了17个导览的健康标示 那有55处是灯杆的标示 另外有100张的阶梯的贴子 还有刚才区长有特别提到 我们有设置了两台AED 那AED主要设置在我们的猫栏指南宫站 还有一个我们的指南宫的一个纯阳宝殿 从猫栏指南宫站走到通天大道到指南宫 属于绿色区块 大多是斜坡比较好走 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健身 在往上走沿途可以欣赏猫栏美景 最后抵达情人圣地 俯瞰大台北地区的风景 走粉红色区块运动健身 适合常走动的民众 那对于在往上走的时候 我们就有粉红路线 那粉红路线就一个非常重要 它的强度有一点点但不会太强 非常适合我们中年人或是情侣等等 你有点运动又不太运动 可以就来这边自我挑战 那如果你今是走遍台湾名胜古迹的人的话 我非常建议你可以从我们的排龙 一路走到情人圣地 回来到我们的猫栏 再继续喝一杯咖啡 那就会完成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星辰 至于红色区块则是从牌楼走到指南宫 993公尺红色路段 可以消耗81大卡 运动强度最高 适合运动高手 温香区健康运动中心 结合在地特色 达到以宗教为主题的青山步道 并且搭配周边景点行销 应造安全友善的健康步道 中佳台北新闻李依如采访的